联合国报告显示 全球每年大约有430万人死因 是跟室内的空气污染有关系的 而主要的根源之一 就在装潢的材料 中国室内环境委员会近来也发现 九成的白血病儿家里头 在半年内曾经做过装潢 这个问题引发了大陆官方极度的重视 从今年开始呢 大陆各个省市都陆陆续续启动了 近期令 也就是限制使用会危害到健康的 油漆等等溶剂型的涂料 面对这波不可逆的绿色趋势 已经有业者看到了商机 杂重金研发出高分子水性科技 这是什么样的技术 又能够应用在哪里呢 廖尔玉 王华林带我们到甘肃 全球第一个水性产业园 一旦就近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 我国92%以上的新装修房屋 甲醛超标 九成白血病儿 确诊前家中曾装修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 昨天发布了一份 针对北京 广州 南京等城市 新装住宅空气质量的抽检报告 结果显示甲醛平均超标率 为70%至80% 那对这边您有这个顾虑吗 没有 原因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里面是 无毒箭装 水性可天 这一桶又一桶看起来像是油漆的东西 其实有一个新的名字叫做水性涂料 不像油漆含有对身体有害的甲醛 和本等化学有害物质 这些涂料标榜的是用水性高分子科技制成 水性高分子科技 乍听真的没什么概念 简单来说它就是用水替代有机溶剂 原理并不复杂 但从技术研发到成熟应用 却得耗上几年 甚至十几年 除复我们的这个水性合成格酱料在上面 经过凝固水洗 这就形成我们的水性合成格的半成品 这是全球第一个水性科技产业园 不仅生产水性涂料 也拥有全球第一条水性合成格生产线 从涂层凝固水洗到烘干定型 水性科天集团 号称全程不含有机溶剂 从源头上控制污染 它是用水作为溶剂的 所以它就替代了这种 传统的这种有机溶剂 所以它这个是挥发的就是水分嘛 所以对人体是 对环境包括对人体都是没有伤害的 过去这些建材等木块 在裁切打磨拼接之后 必须漆上溶剂型树脂 但也同时挥发毒物 但现在的涂漆用水取代了油 沙漠 沙漠之后用我们自己的胶 拼之而成的 做成的这个柜车 一场技术革命正在兴起 立马买回这个产品就可以入住的 不含这个有害物质 但是就说普通的这个格的话 就会有这种成分 因为它是那个油性的 为什么油性溶剂会产生毒素 首先得讲到高分子材料 也就是一般俗称的聚合物 你我从眼睛睁开就会接触到它 像是纸 布料 塑胶 黏着剂等产品 都是高分子材料的应用 常温下的高分子材料多为固态 但未方便使用 一般会制成溶液 甲本 DMF 二甲本 丁桶等 有机小分子能够有效地溶解高分子材料 常用作有机溶剂 问题是当它们挥发到空气中 化学变化产生毒性 就会对人体和环境 带来不可逆的伤害和破坏 我们小时候也是受这个气害吧 而且我们自己是学化学的 对这个毒害这个东西 感受会非常的深 而且因为这种毒害 它不像一些最直接的 或者比如说枪子 直接的对人体有伤害 它这个是对人体 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伤害 根据联合国报告显示 全球约四分之一的死亡人口 与环境问题有关 每年世界各地约700万人 死于空气污染 其中430万人的死因 就是室内空污 我们整个装修完成以后 那消费者在买家居的时候 可能说其他产品 也会有一些有害物质的渗出 包括夹权啊 捧啊等等之类的 所以说我们公司就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说就以现在整个家居 和家装材料一战式 不仅是装潢家居 还扩及家居产业 从骨架到包覆在外层的合成皮 水性磕天强调零甲权 零有机挥发物 从装潢到家居 甚至于脚上穿的跟身上背的 这些产品都将经过一番 天翻地覆的技术变革 在中国大陆 低碳绿色和环保 已经成为消费者和企业 越来越关注的焦点 水性磕天集团先是在甘肃兰州 投资了折合台币400亿 打造这个水性科技园 接着又在广西南宁 花了300亿台币 建造另一个厂区 目的正是紧抓中国大陆 正推展的一带一路计划 立足这样的一个 中国的这个集合的一个中心 然后去辐射一个 我们中国的东西北部 然后还有一块就是向欧洲 向世界去走 产业升级转型 借一带一路战略 他们已经将版图 唾吉巴基斯坦 意大利和德国等沿线国家 在环保意识建增的趋势下 绿色商机 休滚滚 TVBS新闻万华林料 与甘肃兰州采访报道